一套房子卖到1.09亿 刚才在中关村那边转了一圈 现在到这个万柳书院这边了 首先看到的这里是北京华联万柳购物中心 往右边看过去那个棕色的楼就是万柳书院 为什么来万柳书院呢 因为万柳书院这个小区啊 是北京单价最贵的顶级豪宅呀 代表着北京最高端呀 这边还有一个地铁口 这个小区距离中关村那些写字楼非常近啊 开车只需要几分钟 而且这里还有地铁八沟站 这个站是十号线和西郊线的换乘线啊 西郊线是行驶在地面上的 这个西郊线基本上是一个旅游线路呀 往西第一个站就是颐和园 最后一个站是北京香山 万柳书院这个小区是2010年开始建的 这个小区挨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小区北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这小区里边就很厉害呀 有一个私人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 小区里还有餐厅 什么中餐西餐日韩料理呀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这里成交了一套法拍房 一套房子卖到1.09亿 建筑面积是298平米 折合到每平米的话大约36万元 你敢想象吗 这个小区的外墙 这每一块砖头都是从荷兰空运过来的手工砖头 30万一平米的北京豪宅有什么样的配套呢 现在我就来到了这附近的中关村第三小学 这所小学就是北京小学的天花板 排名第二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上这所小学呀 就买这附近的学区房 这附近的学区房在2017年的时候 每平米就已经涨到了20万元 看看在这里上学的小学生都学什么吧 看了一圈的豪宅和高级小学呀 没有一个让我进去的 那我就来逛逛这附近的商场吧 北京华联 来到了一家迪卡农 看看这边的自行车 好贵呀 6900块 旅行自行车 还有6000的 还有12000的 下面这辆自行车还行 价格还行吧 1999 头盔看着不错 价格也都在两三百元 打气筒也挺高级的 都是两三百元一个 这里还卖露营的帐篷 防潮垫 这个帐篷好贵呀 699 这种应该是速开帐篷 不需要搭建的那种 露营用的折叠小椅子 这里面卖的户外用品还挺齐全的 看看这个拆火炉 这个拆火炉卖差不多500块钱一个 质感挺好的 但是网上卖的更便宜一些 还有这种折叠的卡式炉 我骑行露营的时候也会用到 感觉这些东西都很有质感呀 锅碗瓢盆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里一站式构齐 真不错 今天又是长见识的一天